今天任性直接评论里抽一台iPhone16 夸张吧 但是全有家居的 全新优标系列好好睡床垫 更夸张啊 据全有家居官方齐天店直播说的 这款床垫用料不仅扎实 而且还兼具透气轻浮 高回弹强支撑 甚至还有新恒温技术 哇我就没见过口气这么大的床垫 今天看我来打一打他的脸 买了 众所周知 零胶水是高端床垫的门槛 还有大量胶水的床垫 不仅会有甲醇超标的风险 而且还可能老化失效 影响床垫的稳定性 那么全有家居 有没有在这个宣称 很厉害的床垫里面用胶水呢 不听他怎么宣传的 我们亲自检查 闻上去 莫死真的没有什么化工产品的味道 肉眼也看不出胶水的痕迹 不行 万一他只是工艺比较好 藏得比较深呢 像显微镜 我就不信他一点胶水都没有 面料层 没有胶水 填充层 没有胶水 弹簧层 什么 弹簧层都没有用胶水 他真的像宣传的那样 零胶水啊 全有家居不计算成本的吗 万一他只是零胶水 其他地方减配节省成本呢 你看啊 官方宣称 这款床垫的填充层里 添加了零胶零压棉 和特拉雷铝胶 如果他真的跟宣称的材质一样 那这个床垫的舒适性和透气性 确实要比一般的床垫要提升一个档次 但如果被我发现 只是用了薄如柴翼的薄薄一层 这样看就直观很多了 白色的这一层 就是特拉雷五胶的功夫 真的很厚啊 浅蓝色的就是零胶零压棉 均打到了抑制后 他真的舍得用料啊 我想不通啊 他用料都这么扎实 全有家居真的不计算成本吗 甚至面料上用的还是高端家居产品 五营A类标准的华夫格面料 配合英威达无胶抗军防满 不光是舒适度上提升了一个档次 而且还进一步和火肌肤健康 真的不服不行啊 而且侧边的支撑也很高位 我这个一百斤出头的奶油小盛 就往这一坐呀 根本不太往下塌的 你说啥 一百五 哎呀一百八一百八行了啊 真的啊 不是一百八还不够啊 哎呀 该说不说的 全有家居这张床垫质量是真的顶 这样吧 这张床垫啊 就拉回我家去 我再去深度体验各把约各把点 哎呀 你这张床垫我也想给我爸妈买一张 这个好办 直接搜索全有家居官方旗舰店 去他们直播间里下单就行了 下单报我的名字 送不送的 我也不知道 下单报我的名字